大家好,我是河国黄医生,马大医院总留科。 今天我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癌症和运动的关系。 当我们讨论癌症的时候,我们时常会谈到化疗、电疗或者手术。 可是我们时常忽略的课题是运动这个题目。 那运动时常被忽略,可是它跟癌症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。 其实运动跟癌症的研究到现在已经有大概200篇研究论文发表, 其中运动和乳癌跟肠癌的研究都有60篇跟50篇发表了。 这些研究的证明告诉我们,运动会减少肠癌跟乳癌的复发力和死亡力。 那运动是如何改善身体的体质,减少癌症的复发力呢? 这有以下几个原因。 一,运动会减少身体的发炎。 我们现在知道癌症跟身体的慢性发炎有关系。 所以,常运动的人,他们会减少身体里面的发炎指数, 好像CRP,这种慢性发炎的东西。 那运动会减少身体的慢性发炎。 第二,运动减少身体的技术,就是荷尔蒙。 因为运动的时候,肌肉,骨骼肌会产生荷尔蒙。 举个例子,就是interleukin-6,还有myokines,这些是好的荷尔蒙。 那,好的荷尔蒙多了,就会抑制坏的荷尔蒙。 举个例子,tumor necrosis factor,alpha,这种TNF,alpha这种东西,是坏的荷尔蒙。 所以,常运动的人,因为身体产生好的荷尔蒙多了,那就减少坏的荷尔蒙,也减少了这个发炎的问题。 那第三点,多运动的人,免疫系统会提高。 免疫系统好的话,就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。 然后,免疫系统可以保护我们很多东西,保护我们细菌的感染,也可以帮助抑制坏的细胞的产生。 所以,运动有这三大的好处,减少癌症的复发力。 那运动对身体的体能会改进,那体能改进了,精神好了,那人就比较有精神。 那运动的另一个好处是,运动的时候,精神会进入一种Floor的状态,那心情就会随之改善。 我们实际上有这个经验,就是本来心情不是很好,可是当你做了一段运动的时候,那脑袋会产生Endorphin,这些好的荷尔蒙。 那,因此你进入运动的节奏的时候,那心情也会改善。 那运动,比如说是全体运动,好像一起去打太极,或者是一起去跳舞,等等的话,也有一种很好的社交活动, 那让人们不会受到孤立,大家可以一起做活动,然后运动,然后就可以增加社交活动,也是对病人身心很好的一个过程。 那怎么做运动呢? 做运动不是每个人一定要去跑马拉松,或者是一定要做很激烈的运动。 做什么运动跟你的体能,跟你的年龄都有关系。 那假如是年轻人的话,那可能就做一些比较有氧运动,或者是让心跳加速到超过一百,一分钟一百, 然后会流汗,有一点点晒到阳光的运动。 这样子的话,体能会改善。 那假如年纪比较大了,或者是比较虚弱,那可能就可以走路,可以走路,走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。 所以假如病人每天可以走几圈,让自己流一点汗,晒一点太阳, 这个不止体能会改善,心情也会改善。 所以假如体力好,做多一点运动,体力不好,做比较静态的运动,那还是可以得到运动的好处。 那假如是可以的话,一天大概做三十分钟到六十分钟的运动,一个礼拜做三次左右,就已经得到运动的主要的好处了。 我们马大医院的乳癌病人,康复者,前几年成立了这个叫Candy Girl的运动组织。 他们就每个礼拜六会在马大的医学院的校园里,跳这个Zumba的舞蹈。 那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,因为很多乳癌的病患,他们可能就没有什么运动。 那他们参加了之后,就开始进入这个运动的习惯,然后从开始的时候不太敢出来运动,到现在还可以上台分享他们的经验。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,对于身心还有健康来说,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 那我们知道运动需要大概两个条件。 一,是你需要下定节心,那你想要做运动。 那二,是你需要培养运动这个习惯。 所以假如我们今天下了节定,那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了一个习惯。 因为我们都是习惯的动物,就是说我们养成了习惯,一个好的习惯, 对于时常去做,那养成好的习惯,你的体能就会改善。 我当然了解,大家都很忙,每个人都没有什么时间。 可是,既然运动对身体有这么大的好处,我们应该要把它养成这个好的习惯。 然后运动前,要好好休息。 就是说,休息好了才做运动,而不要身体很累的时候去做运动,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。 所以,希望大家可以多做运动,我们一起努力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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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